Hello,大家好,我是Paco 它就是最顶级版本的Honda WRV RS 这台车在还没有正式推出之前 人们就已经把它跟马来西亚最创销的 Air Segment SUV Pro Tour Artiva来做比较 那今天我们就拿这台RS来看看它有什么不一样 那首先来看看这台车的前脸设计 最新的Honda家族连 不过如果拿这台来跟HRV或CIV比较的话 它就显得头灯比较大 看起来比较可爱一些 LED的智能型头灯 然后还有只有RS版本才有的这个RS版本的Grill 这个头灯只有RS版本才有Sequential Light的这个Signal 那因为WRV是Cross Over的SUV 所以在它的前脸的Bumper底部这里 它是有一个类似越野车的设计 所以整台车看起来就非常的动感 那只有最顶级的RS版本才有这个17寸的轮圈 搭配的轮胎的尺寸是215 55 R17 Honda WRV它是Honda家族里面最小的SUV 我们称它为Cross Over 其实它的真正的尺寸跟Pro Tour Artiva是差不多的 只是呢这台车呢它是比Pro Tour Artiva是矮一些 然后再宽一些 轮轴方面呢它比Artiva短一些 这是它真正实际的一个车身的尺寸 那撇开尺寸不说的话 我们说说这台车的设计哦 它的外观设计 其实它的车身你可以看到它的线条 是看起来比较强硬比较有肌肉的 那对于泰国版本来说呢 它们其实是黑色的顶的2tun的设计的 可是在马来西亚市场呢 我们只可以选择单色的这个设计 不过总结来说呢 从旁边来看 这台车其实是非常Smart非常好看的 从车头底部的越野车设计 一直延伸到车尾的这里 所以整台车看起来营造出一个非常有 强烈Cross Over的感觉 感觉这台车呢可以带你翻山越水 可以去到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车的尾部呢 其实它的设计是非常简单非常干净好看的 不过最好看的对我来说呢就是这一个 类似Honda Civic的尾灯 打开WRV的尾箱门呢 它这里是有一个380L的尾箱容量 其实比Protto Artiva是稍微大的 美中不足的对方就是 它并没有那个遮挡板 所以如果你从车外面看进来的话呢 可能就可以看到你后面装载的是什么东西 不过因为马来西亚呢 你可以其实把后镜都黏到全黑 那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这台车是有备胎的哦 那不像HRV或CRV 它们有Engine不一样的选项 WRV呢 四款里面呢 它都是用着同一款的引擎 也就是从Honda City 1.5NA的那一款引擎 那最大的马力输出为121匹 最大的扭矩是145 搭配CVT的牙箱 所以开车呢是非常的平顺的 然后这一具1.5L IV带的引擎呢 零摆加速为11秒 开起来的感觉会怎样呢 等下我们试一试 那你必须是要最顶级的RX版本呢 你才有内饰红色线条和红色缝线的设计 包括呢我们的皮革座椅的红色缝线 Dashboard的红色缝线 门板那边 最后最后的就是这一个 Stairing的红红色的线 然后也只是RX版本呢 才有Paddle Shifter 还有另外额外加多两个Speaker 7寸的鱼的主机是比较小了一些 不过好处就是呢全车系都配有Apple CarPlay 跟Android的多 只是呢是需要插线的 然后也只有最顶级的RX版本呢 才配有这一个Honda Connect的手机应用程序 那因为车内的空间小 所以呢后座它其实是没有冷气出风口的 不过有一个比较好的设计就是 它前面的这个冷气出风口呢 它是比较偏向高的位置 所以呢如果你是打开冷气的话呢 它很容易的就可以把冷气吹到去后面 所以冷却的时间呢也比较快了一些 然后我个人觉得哦 这个Dashboard的底部下面这部分呢 的设计是有点单调的 非常非常的简单 不过因为这台是A segment的入门型SUV 所以也情有可原啦 还有就是全车系都一样 不管你是RX还是你是最低配版本的 都是用一个传统的手杀 Honda WR-V就算你拿到RX版本呢 你也没有数位化的仪表的 那它采用的是传统的仪表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时速最多 也可以去到180公里的这个时间而已 不过好处就是它中间呢 是有一个4.2寸的彩色资讯表 从那边呢你可以看到所有的资讯 是非常的简单好看的 而且也是一目了然的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东西就是哦 这个方向盘呢 其实它就是上一代的Civic FC的方向盘 把它搬过来这里而已 那除了最低配的S版本之外呢 其他的版本所有的车款 都有这个Honda Sensing的安全辅助系统 然后还搭配这个ACC的主动跟车系统 如果是Airbags的话呢 也只有RX版本呢 才配有6个Airbags 其他的只有4个Airbags 那来到WRV的后座呢 首先我要先说一说它的好的东西在哪里 第一就是呢 它腿部空间跟头部空间 和肩部空间都非常的足够的 而且呢它的底部这里也非常的平整 不好的东西就是哦 它这个开门的幅度是非常的小 当你打开门的时候你可以看到 这样就开完了 如果你身心比较大的话 你进出后座的话 会有一点点的比较麻烦 后座没有冷气出风口 再加上因为这台车的车顶 都是全黑色的 还有因为后门的门把关系 所以它也没有这个三角镜 你关起来门的时候 你后面乘坐的时候 会有一点点的压迫感 然后椅背这里有一个隐藏式的手符 当你手符拿下来之后呢 你可以发现这里有一个手符 其实它是没有杯架的 所以如果你是后面乘客的话呢 一个人只有一个杯架 那就是在门边那边而已 这个椅背呢 它其实是可以做一个六四青岛的 所以有时候如果你要再多东西 行李啊或你的帐篷啊或什么 实力的东西都好比较大型的东西 你把这个椅背六四青岛之后呢 你可以再很多很多的东西 所以也是非常的好用 好了到了试驾的这个环节 所以首先呢 因为这台车是一个小型的车 可是它车身高度会比较高一些的 就是意味着它的好处就是 如果你在很狭窄的路的话 你很容易的可以看到四周的那个环境 然后你也可以很容易的拐弯啊 比较狭窄的地方可以拐弯啊 或者是parking的 首先我们来试一下 其实这台车的架材是非常非常的轻松 非常的轻便的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上斜坡的位置是比较狭窄的 可是 就很容易的可以看到 因为其实它在车的前头这一方面呢 是没有什么blind spot的 然后车身你坐的位置又比较高 然后这个位置的话 行 如一般的车你也可能你要打更加多的幅度来做一个转弯 这个不用就是原地这样子来转你的 打你的防伤盘你就可以转上车 所以是非常的方便的 如果是那种光线并没有很充足的地方的话呢 就怎样我们再来试一试 那有时候我们去那种比较狭窄的parking 好像比如说如果你去云顶的话 有些parking或是金河广场啊 那种parking比较狭窄比较低的话 也是很考验的 可是这台车呢就可以给到你蛮不错的 比如说你在这个地方你要做一个3 point turn 你也可以很方便的就 刚才这里也没有车啦 不过就算有车都好这辆车 因为它的saring非常的轻 然后它摆动 然后你看它那个角度也非常的广 非常的容易开 把它开去更加暗的地方 下去 然后你也不用怕你车会挂到那个底盘 因为车色是比较高的 现在这里是比较暗了 比较阴暗一些了 好像如果我要放在这个位置 我要从后尾进的话呢 也是很容易 调好我的角度 可能一次过我就可以搞定了 我的那个saring the view 也是非常的清楚 非常的大 然后还有我镜头的这个 退后镜头的这个协助 很容易就把这台车就爬到一个比较小 比较阴暗的地方 就一次过就可以搞定 现在我们试试 一台delica 平常会遇到的问题 就是开在路上 如果遇到那条路不是很平稳的话 或者是很多坑洞的话 这台车开起来是什么感觉 Let's go 因为我现在忍在比较繁忙的地方 所以会比较多车 可是也是一个好的地方 来给我做一个试驾的 然后前面这里会比较各种坑洞 各种坑洞的时候呢 因为我离地面比较高 所以我没有很感觉到那个震动感 可是因为这个staring 你可以感觉到那个车是有一点点摆动的 可能车是有点轻的缘故啦 那我们不用紧 我们现在还在试 还有一些就是那个 我们是如果没有 没有tie brake 只是稍微减速的情况 只是要我们 我们过着一个路顿的玩 其实那个感觉是非常的OK的 非常的舒服的 然后前面有一些减速带 还有一个坑洞 那如果我只是这样 直接的过坑洞的话呢 那车的抖动其实幅度不大 这就是那减速带 还好可能是比较薄的 然后前面的位置 我们如果再转上去的话呢 会更加多的空洞 跟那个路面不平的那个情况 我们可以再感受这台车 如果过这种情况的话 过这种路况的话 我们会有什么的反应 会有什么的感觉 然后这一段路段呢 它是稍微的有一种一些上斜坡的 可这台车是完全没有影响啦 一点都不会吃力 然后前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路面不平 然后比较多坑洞的地方 我们试试一下我们以平均的 平稳的那个速度来过的话 感觉会怎样 OK很好 减速带 中等的速度来过 非常的舒服 跳动也不大 我从这里是刚开始上斜坡 有一个不平的路 非常的OK 不平的路 不平的路 我没有减速 直接上 凹凸不平 全部 没问题 很好 现在是我在车斜坡的正中间 OK 我开始踏 起步非常的好 有可能是因为车身很轻 才1080公斤而已 可是是声音会比较大 因为它的转速已经去到4100公斤 4200公斤左右 可是它的力量 是永远不绝的 如果你是在满轮的情况之下 你要上云顶或上金马轮的话 是完全没问题的 怎样好说的好 这台车是Hona City的引擎 我们大家都懂 Hona City的引擎 其实不差 尤其是走高速的时候 它的力量是更好 可是我们就会试一试高速 好 现在我们开始进入highway 我们试一下看我们从加速到150公斤的话 那个感觉会怎样 加速会慢嘛 可是你转换车道或其他东西呢 你的视野是非常的广告 非常的好看 没有任何的blind spot 我可以说这是其中一台我开过最好开的daily car 这daily car需要的元素就是我要好开 我要够省油 然后我要在很狭窄的地方可以转弯 或找到我的那个停车位 这就是一台最好用的daily car的一个主要的因素 不过也是因为我们大多数的时间都是50%在highway 所以我再来看看如果我在赶时间的话 我highway我跑比一般快的那速度的话 我这台车会不会显得不稳 我现在就来试一试 顺道一提这台车的隔音方面 其实是算是一般啦 没有说很好 那如果真的要跟Protto Artiva来做比较的话 其实也是差不多一样 只是呢这台车 可能你感觉到你握着方向盘的时候 它的质感会有比较好一些 好现在已经进入了高速 我们把稍微的这个gear推去S 我们看看它提速的感觉 好 现在是70 好现在已经100咯 它并没有很爆炸的力 可是它真的是蛮平顺的 而且你可以感觉到 它120之后呢 它显得更加有力了 这有一样CVT的话 CVT变速箱的话你的变速 如果超过3000的话呢 它噪音是蛮大的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在130那边就停了 还是安全最重要对吗 不过它的交速真的不是开玩笑 它120开始它的速度会更加的快 所以你可以感觉这个车你是越开越快的 好最后已经是了它的highway的那个表现 相当的不错 只是你要接受它的那个 隔音效果并没那么好 所以在一般的路的话 如果你要转换车道 或快速的转换车道之类的话 车身也是很稳的 并没有太多的倾斜 也没有太多的晃动 而且它的这个 转换车道真的是随传随道 就是它的那个 145D嘛 其实对这台1000公斤 1080公斤的车来说 其实是蛮好 蛮够用的 好了已经试过了刚才的highway啊 parking啊 下载的路啊 上斜坡的 现在试试看这台车 如果我坐这的时候 真实的感受是怎样的 首先就是这个椅子哦 其实它的那个 包裹性其实蛮好的 就是你坐在那位置的时候 你感觉上你是 sick in a car 就是你坐在那个 那个椅子的中间 它两边的那个地方 它可以帮你 夹住你的身体 所以如果你即使 你的车有很大动作都好 你还是固定在这个位置的 所以其实这个包裹性 蛮舒服蛮好的 再来就是 必须要真实的话来说 里面给我感觉是蛮 零件的其实 然后可能是这台车 它是air segment的SUV 所以它出发点就是要这样子 轻便 就是要一个 一台比较轻便的小型SUV的 一个出发点 就开起来我会觉得 我的腰部的支撑性很好 所以呢 如果我是每一天的开这台车 塞车也好 或者走一种比较 比较远的路程啊 我都不会觉得累 那当我打在这个方向灯的时候呢 就在左边这里可以想到 我那一边的情况是怎样的 那边有没有什么其他东西啊 或者是有没有来着的 摩托骑士或什么之类的 就可以避免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意外 车身轻的好处就是省油 空间感好 然后加速的力道好 坏处就是你车有什么抖动 你都会感觉到整台车在那里晃动着的 这就是它的好处跟不好的地方 那其实我本身呢 我家是有一台Protto Artiva 然后我是Avance的那个版本呢 所以我可以直接的跟你比较一下 就是这台车的车内的设计哦 其实Artiva看起来会比较高级一些 可是开起来的稳定性的话 就是这台比较好一点 如果是你讲是 车完全停下来加速的话呢 就肯定是Artiva 因为它是一台Durbo Charge的车 所以它的反应呢 也来得是比较的快 比较的好 可是如果你说 它驾驶的时候 它看所有地方的那个感觉的话呢 反正我觉得WRV呢 却比较好一些 比较略胜一点点 还有一个比较讽刺的东西就是 Protto Artiva它有Blind Sport Monitor 而这台车却没有耶 跟车系统的话两台车都有 只剩下一个东西就是 Artiva呢 它到150多160公里之后呢 它就已经没有力了 可能它的三缸的引擎呢 它能够发挥的就是它的极限了吧 可是这台车我可以感觉到 百六百七或是一百八十 我顶标的话其实都没有问题哦 好这台车它有Apple CarPlay 跟Android Auto 而Protto Artiva却没有 它可能它有Android Auto 可是你是要不一样的方式 你要download它的那个App 你才可以用它的Android Auto 可是它就没有Apple CarPlay 那这台车 大家都是X Segment的SUV的话呢 这台车就略胜一筹了 那其实这台车的定位哦 是非常的独特 和非常的有个性的 因为它是一台A Segment的车 可是它的价格可以直逼B Segment 甚至有些C Segment的车款 所以呢在这个价位里面 你有很多很多选择 可是要选A Segment的车的人 就是只有那一撮人而已 可能你会觉得 哎呀买这台车的人 A Segment小型车的人 应该都会选最低配的9万块的版本的了 你错咯 这台车最多人买的超过50%的人 买的人都是RX的版本 那总结来说 如果你想追在A Segment SUV的这个热潮里面 可是呢 你又不想要选择一台国产车的话 这台车就是你唯一的选择 那以上就是我影片的所有的介绍与分享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与分享 我是Paco 谢谢大家 好 好 是 你